手把手叫你编程,制作iPhone相机水印 本期教程特别简单 我保证每个用户都能学会并从中获得快乐 首先在相册内找到保存好的相机水印 点击右下角,选择存储到文件 选择iCloud,点击Shotcuts,然后点击右上角存储 打开文件App,进入Shotcuts文件夹 长按水印文件,选择重命名,越简单越好 比如数字2,点击完成 打开快捷指令App,创建新的快捷指令 点击添加操作,搜索获取文件,拖入获取文件动作 关闭显示文稿挑选器,在文件路径输入水印的文件名2.png 注意,png三个字母都需要大写 接下来搜索拍照,然后拖入该动作 搜索叠放,拖入叠放图像动作 点击图像二字,选择魔法变量 点击上方的文件二字,完成操作 来预览一下前三步的效果 相机水印文件请在我的快手竹页获取